小张说8月8号他约表弟小李吃饭 小李在杭州渔航重闲街道北坝桥的这家小店里 花30块钱买了两瓶比利时进口的白熊啤酒 他们一人喝了一瓶 小李说当天吃的菜都是他们自己烧的 只有啤酒是买的 后来一看酒瓶写着保质期至2020年5月20号 过期快三个月了 卖酒的这家小店在北坝桥一状民房里没有招牌 店里挂着营业执照 小店的蒋老板说这批过期的酒他们当时的确没有注意到 现在已经全部下架了 小张说医院诊断他跟表弟都是急性肠胃炎 自己喝了他说他说这个酒他没喝过 那那个我们当时就忘记叫这个就日期了 所以就他们就拿去了 他拿去说他说那样的不好 我说给他电话或者给他那个赔钱之类的 那他们不同意吗 他们要我一万块钱我肯定也不会同意的是不是 小张说医院诊断他跟表弟都是急性肠胃炎 医药费加上打车费加起来花了八九百块钱 另外因为生病他们三天没上班 务工费也要赔给他们 我在我那一天的话我那几天找代班的吗 一天我们五百吗找人家吗 三天我们就先我了 我那几天我弟弟抱的那个小区装那个淋浴房 我给他帮忙 装一个淋浴房的话一个淋浴房是150 150的话40分钟45分钟基本上就能装一个 一天的话也是千百来块钱 小张表示当时说的一万块钱是多了点 现在这样算下来差不多是5000块钱 蒋老板说 务工费单凭兄弟俩口头这么一说 没有相关依据他不认可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 经营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比如说过期食品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 还可以向生产者或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赔偿 本来打算赔偿他们多少 2000块钱 2000块钱肯定不行的吧 对不对 你最起码我们对一个让务一个差不多嘛 对不对 双方还是没有谈拢 记者把问题反映给了重闲市场监管所 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给双方协调过好几次了 如果还是协调不成建议小李他们走法律途径 腰包横剑记者报道